在尼泊尔,没有最穷只有更穷,你永远无法想象到贫穷的底线。 眼前这一家人的现状,远远超出了摄制族的想象,已经不是家徒四地所能形容的程度。 这里是尼泊尔翠苏里的山区,社会援助摄制族,沿着村长的指引,徒步六小时,穿越山间小路和荒草树木。 终于抵达目的地,此时天色已晚,要造访的主人显然已经入睡,但是摄制族依然不得不打扰,已经进入梦乡的这一家人。 虽然大家早有心理准备,但是看到眼前这间破旧不堪的窝棚时,依然很难将它定义为家,两块木板将门虚掩。 对于四处裸露的窝棚来说,起不到任何防护作用。 打过招呼之后,得到允许,大家方才进入,窝棚内凌乱的物品随意堆放。 几乎没有任何家具,女主人米拉已经和孩子准备睡觉。 她们没有床,在地上铺着的一堆破败免许之中,躺着她和她的孩子,孩子还很小尚未断来。 黑暗中刚刚醒来的米拉,眼睛显然无法承受摄制族的灯光。 于是摄像师连忙将灯光亮度调低,米拉的床铺就是一堆不知何年何月的年续。 翻开时,我们依稀看到四处奔走的小墙。 幼小的女儿醒来后,四处寻找妈妈的怀抱。 米拉的窝棚环境实在太差,围栏只有半米多高,完全阻挡不了任何野兽。 在这荒山野岭之中,人烟稀少,夜晚没有灯光,伸手不见五指。 可想而知,她和她的孩子们,每晚要经历怎样的挣扎和煎熬。 米拉一家几乎没有任何收入,她有四个孩子,孩子年龄差距较大。 眼前这几袋玉米,就是她和孩子们的口粮。 玉米由于疏于管理,掌势不好收成很低,很难维持她一家人的生计。 从交谈中得知,米拉老公一年多以前外出打工,之后再无阴性,生死未卜。 只剩下米拉和几个孩子相依为命。 这可能是你从未见过的贫苦家庭。 一个女人独自抚养四个孩子。 床兔,就是一堆不知何年何月的棉絮。 翻开时,我们依稀看到四处奔走的小墙。 她的窝棚年久失修,其实还不如附近有些村民的牛棚更暖和一些。 用竹片蒲苇,树干乱草,胡乱堆砌而成。 显然并不是一个永久性住所。 但是米拉已经在此生活了十几年。 被许中包裹的婴儿,看上去白净客人。 由于受到陌生人打扰,有些害怕不停啼哭。 米拉只好躺在被子上安抚着女儿。 漆黑的棚顶,已十分破败。 四周凌乱,处处凋零。 似乎诉说着这一家人的不幸。 也让我们看到米拉一家人的生活窘迫。 家中的一切,都是破败不堪。 但这就是她和孩子们温暖的家。 天色已晚,不好过多打扰。 摄制组便匆匆告别,并帮她将门再次序眼上。 约好天亮再见。 其实这样的门,关与不关没有太大区别。 第二天一早,摄制组到来时,米拉和孩子们也一起床。 山里人睡得早,起得也早。 此时她正蹲在地上烹煮早饭。 尼泊尼泊尔人做饭的方式,大同小异,都是在室内就地烹煮食物。 屋里早已被熏得乌七马黑。 米拉今年四十五岁左右,养育有四个孩子。 有的孩子并没有跟她在一起生活。 借着日光,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米拉家的陈设。 旁内四周堆满了杂物,四处透风的围墙。 夏日还能勉强凑合。 冬季气温下降,大雪封山后。 很难想象她们十几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。 她的床在我们看来,甚至更像垃圾堆。 但就是这样的情况下,米拉哺育了四个孩子长大。 米拉家里除了两头猪几只鸡以外,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。 由于带着孩子,不方便耕种。 她只是力所能及地在山坡上。 胡乱种了些玉米,贴补一下口粮。 还好有爱心人士给予了关爱和捐助。 经常给他们送来大米粮油等生活物资。 米拉虽然日子很苦,但是并不爱抱怨。 甚至时常面带笑容。 她并没有对未来失去希望。 最大的信念,就是盼望着丈夫的归来。 和看着几个孩子慢慢长大,虽说眼前的日子太苦,但终将都会成为过去。 锅里炒着的一小把豆子,就是孩子们的零食。 在这里他们从不奢望大鱼大肉。 只要能够每天填饱肚子即可,孩子们也非常懂事。 平日里从不撒娇也并不苦闹,从不会像母亲所要什么。 懂事的哥哥,有时会帮着母亲照看妹妹。 苦难的确容易令人成长。 连这个一岁多的婴儿也十分乖巧。 米拉趁着女儿安静的时间,开始准备一家人的早餐。 昨天剩下的米饭从锅里产出,再次加水熬煮即可。 这盘生米饭不敢随意浪费。 因为这包含了社会各界的爱心。 虚黑的平底锅里,装着的是他们的蔬菜。 一般的蔬菜他们都不会清晰。 因为这里用水不便,米拉没有时间下山打水。 他们的饮水就靠眼前这个小水坑。 水质实在令人堪语。 米拉一家的生存状况何其凄惨。 设置组的人员无不为之动容。 大家为米拉这一家人,为这几个可怜的孩子,落下同情的眼泪。 坚强的米拉似乎早已吸一杯肠。 表情淡然地洗着他们的饭碗。 艰苦岁月令她面容疲倦,却没有压垮她的信念。 母爱让她变得无比坚强。 她要用自己的身体呵护着幼小的孩子。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设置组将展开对米拉一家的援助。 为坚强的米拉点赞吧。 感谢观看。 谢谢观众。 下期更精彩。